这小节我们来讲一下软件设计中的模块规划问题 前一小节分层理论 它是从纵向的方面来说明软件问题规模的分解方法 那么模块化设计是从横向的方面来分解问题的规模 它是把一个程序或者说一个问题 分干成若干个小的模块 每个模块完成一部分功能 各个模块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它的特点是各个模块完成独立的一类功能 或者说一个功能 第二个特点是细节屏蔽和信息局部化 因为我们所有的处理都是在模块内部完成的 对外边是屏蔽的 我们进行模块调用的时候 只需给它一个输入 那么就会得出相应的输出 模块之间的依赖也应该最小化 它只依赖于接口而不依赖于实现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模块设计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高内聚 第二个要求是低偶合 这两个词可能大家在其他的课程里面也见过 比如说面向对象的设计 什么叫高内聚呢 高内聚就是一个模块责任要单一 一个模块只干一件事情或说一类事情 一个模块中的一个函数或者一个方法 它也只干一件事情 低偶合就是模块之间的这种依赖 又很低 只依赖于接口 好我们来看一下HTP服务器 Monkey它那个模块规划 这个是Monkey的一个原码 那么每个C文件就是一个模块 我们挑其中几个比较常用的来看一下 比如说连接管理 作为一个服务器 肯定有这种连接管理的模块 连接管理模块 它原文件是在mkeyconnection.c这个文件中 它负责的是这种一个连接内容的读写 关闭连接超时的处理 再看这个请求处理模块 请求处理模块在 也就是这个 request.c这个文件里面进行处理 它是负责请求的创建 释放 请求列表的管理 请求的解析 处理 还有绘画的管理 再来看ePort模块 ePort模块位于mkeyeport.c这个文件中 也就是这个文件 它负责这个ePort一部事件的创建 注册 删除 事件监听 http模块 主要是http协议的一个处理 现成管理模块 也叫任务调度模块 位于mkeyschedule.c这个文件里面 看一下 那就是这个文件 它主要是一个现成的管理 现成池的管理 我给你来看 你来看 我给你来看 诶 诶 诶